詹姆斯 兄弟 恭喜发财 乐夫 哥 这是真的吗 你掐我一下 本故事为根据新闻改变的小品 只为逗大家一乐 切勿当真 科比 乐夫同志 去年的夏天 欧文走了 今年的夏天 乐布朗也走了 你有什么打算 乐夫 我特文能有什么打算 从去年夏天开始 但凡有交易留言 我都是首当其冲 天天都有人说要卖我 每天早上醒来 我都问问经纪人 我还在克利夫南吗 哼 我已经习惯了 据说你们下赛季要开始培养新人赛克斯顿 好吧 我走就是了 说吧 要把我送去哪儿 胡人吗 那我正好和乐布朗搭档 现在没他我都不会打球了 科比 凯文 你看你 我就是随便问问 你就说了一大堆 乐夫 别扯那没用的 说吧 想把我卖给谁 科比 凯文 别听他们瞎说 谁说要卖你了 这些个媒体你还不知道吗 就喜欢造谣声势 他们天天那么说 可是 我们不是没卖你吗 乐夫 那这么说我还得好好谢谢你们了 科比 凯文 往事休提了 现在乐布朗和欧文都不在 球队正是用人之计 老板的意思 一来你是冠军功臣 二来新人尚未练成 还难堪大任 三来考虑到这两年交易留言对你的影响 我们计划和你去约 四年一点二亿 你看咋样 乐夫 我老大 你说多少 科比 四年一点二亿 你要是不满意 咱们还可以商量吗 乐夫 我的 乖乖 以前他们有传言要拿我换考神 现在我就这么值钱了 一年可以值六个考神 没意见 咱签合同吧 詹姆斯 凯文 听说你签大合同了 不行 你得请客啊 乐夫 哥 你说这是真的吗 我这么感觉跟做梦似的 天天以为要被卖 结果居然掉下来一箱钞票 特么的 有这么好的事 詹姆斯 哈哈哈哈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GR和TT都值一千五百万 你还不值三千万啊 这是你该得的 乐夫 不行 你掐我一下 我特么不是做梦吧 詹姆斯 你小子是在做梦 做的是小托马斯的梦 乐夫 那 哥 胡人我不去了 我就留这儿了 这样的事 太特么刺激了 感谢观看